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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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回來 又跟大家去拿一條龍的角 然後我們做出來的劍 打是有雷電的 還有它身上的石頭 合在我們的武器上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雷電輸出 以及打爆石頭 這條龍叫做廢羅龍 我們只需要飛上它的頭上 再打一打它的角 我們便可以取得到那隻角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格魯德俠谷的瞭望台看到龍 當我看到龍當然要消費 大家也是 如果大家有100%可以站在上面 當然不用消費 有兄弟提供我 如果大家是著重劇情的大獅之劍 千萬不要拿著 看完這十二個龍之類的故事 先去拿吧 因為我上一段影片都沒有提到 希望這段影片提完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著重故事 可以慢慢再拿大獅之劍 我們來到這位置 可以看到在地圖的左下方 可以看到格魯德俠谷的瞭望台 我自己在這裏發現那條廢羅龍 只需要用瞭望台彈上去 我們便可爭通過格魯德俠谷 當然 你的信心會不會是旺盤 不用清潔 沒有信心會不會在此角項上清潔 那當在狼灣真正里降到 在這位置 我們直接到它角切 played 然後就可以拿到它 那隻角 我們把武器放在上 就可以成為剛剛開始的雷劍 真是很帥氣 把雷龍的角貼在劍上 我們可以直接做成雷之劍 當我們攻擊時 會有雷電的效果 兼加上會幫助我們加攻 而牠的岩石 即是剛才的龍身上拿的岩石 可能是岩石或很硬的物件 都是很容易輕鬆地打爆 所以非常好玩 如果大家還沒看到這條佛羅龍的話 可以去我剛才所說的地方看看是否在 在這裡拿到牠身上所有物品 是非常好玩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接下來是我拿到這些物品 以及試玩這些物品的片段 各位各位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欣賛地下部, 安家,石濮世 他 Ras Su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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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